今天我教你如何處理生蠔 和三個最顯能的生蠔做法 大家好,我是奧地利的小烏 如果你覺得我的視頻對你有幫助 請點贊分享 想看更多我的海外生蠔Vlog 請正為我的回應 動手吧 最常見的有備龍生蠔 這是我的素素與樂地的生蠔 還有太平洋生蠔、 奧林皮亞生蠔等 今天我買的是兩種Pacific生蠔 一塊五和兩塊歐元一個 你們覺得價格怎麼樣? 評論和他們告訴我 生蠔要調整的再新鮮 把生蠔平面朝上 放在廚房間中間 微步風機柱揭露打開 再切斷地步連結住放涼 好的餐廳會這樣處理 看起來更加飽滿 一定要保留裡面的精華職業 最常見的是 直接淋檸檬汁吃 或配 Millionette醬汁 就是紅蔥頭水 配紅葡萄酒醋 第二種簡單靜止的做法 先取出生蠔 先取出生蠔 保留原油脂液 用潮水的精豆打地 放入生蠔 用魚子漿 點綴 加精豆 和加了檸檸檬的脂液 就做好了 最後一種做法 紅蔥頭水 叫 新鮮辣椒 Werchester sauce 放入汁 檸檬汁 天椒粉 辣椒粉 和小粽 加均勻 把開好的生蠔倒進去 擺盤就好了 酸辣醬汁醃製的生蠔 很清爽美味 酸辣醬汁醃製的生蠔 很清爽美味 哇 鮮 天 嫩 冰凉鮮嫩的生蠔 很適合這麼熱的天氣 你們喜歡這麼熱的天氣 和吃生蠔 你任何的目 告訴我